Hello,大家好,我是Fiona 今天视频主题是Assumptions About Me 就是你们觉得我是怎样一个人 这是最近YouTube上也很火的一个主题 然后我在Inz上面征集了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大概收到多少条Assumption 我一个人收到280条 比较多,我们尽量短评快一点 然后我会坐一个大概的电梯 你们对于感兴趣的Assumptions 可以直接跳过去看一下 如果我看到那个Assumptions特别 就是懂我或者 来,敬你一杯 咪吧,粤语歌后 不好意思 想起长颈鹿 啥意思 啥意思 不想 脖子有点长,有点高 而且不太好,对动物不太友好 不想起 你的声音好特别像鸭子 哈哈哈哈吧,超可爱 对对对 就是这个嗓子这边 共鸣腔不是特别好 声音不够低沉浑厚 就是有点尖,我也不喜欢 非常搞笑,说话很大声 还是搞笑的那种 不会觉得很吵 就是因为你喜欢我 你觉得我不吵 不喜欢我的人觉得我吵死了 超级中国味 对,绝对,灰肠 比如说我去吃西餐 就是吃的时候就会觉得 嗯,还不错,嗯,挺好挺好 那你回来以后你要再去吗 不要了 就 大部分的西餐我就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和中餐比 一定没有爆肥过 对,我最胖也就100斤 102 我只要过了100 我就会把自己给捡回去的 胸很大 你搞笑吗 你啊 胸口碎大石好吗 我老公一直问我 你胸呢 我说我的胸借出去了 借给别人呢 非外貌协会 对,我不是外貌协会 交朋友啊 或者说找伴侣啊 将来我如果比如说再找伴侣啊 我觉得漂亮的皮囊不如有趣的灵魂 嗯 喜欢听相声 喜欢 盘的 喜欢盘的 喜欢 香音很重 什么 就说我上海口音很重嘛 我觉得我上海口音不重 来,弹幕滚一滚 你们觉得我上海口音重不重 我觉得我说普通话挺标准的 而且我很认真的在说 非典型型上海女孩 我跟你这么说吧 我这辈子大概听到过至少十次以上 嗯 跟我说 我觉得你不是很像上海人 真实性格里是很典型的上海女人份 哎 反正就是 有人说你是很典型的上海人 或者说是很不典型的上海人 呃 不管怎么哪一种 我都把它当做对我的表扬 就是 哎呀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大家会觉得啊 上海人是不是就是 很 我觉得上海人民只是有的时候很识实物吧 或者说很拎得清 啊 对 比较能明白 已经移民德国了 没有啊 没有啊 而且我永远不会改国籍 我这话就落这了 会定居德国 不知道 一年两年内我不会回去 但是现在国内发展真的太好了 德国发展实在太腐朽了啊 长远我其实挺想回去 而且我中国味啊 在德国生活的很开心 我觉得我是在哪儿都能生活的挺开心 有人插队会直接训斥对方的 好像是的 而且我小的时候是属于那种恨不得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的那种人 大大咧咧但其实心细心敏感 对 好多人都这么说了 就是大家的意思 就是我是不是大大咧咧但其实是个啊 就是很敏感然后很细腻的人 不是 我就是其实大大咧咧然后我还真的就是大大咧咧 心思不细腻但是我挺有共情能力的 如果对面有个人他哭或者他在说他自己的事情他很难受 我会特别能容易感同身受的那种人 爱哭 对非常爱哭 看综艺看到那种爸爸对女儿或者怎样老人家小孩 分之五十以上的情况 就是里面的人哭我会刷一下眼泪也掉下来的那种 上海话有一句话我从小大人也会对我讲 因为我从小就是这样一会哭一会笑 就叫一些哭一些笑两个眼睛可以打破 善于自我疏导不会被负面情绪影响太久 是的 大部分时候我哭一场睡一觉吃一顿或者两顿就好了 好多都差不多啊性格开朗喜欢你自律高效 就是我其实没有那么自律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拍视频做博主这件事情 是让我更自律的一个方式 对 并不是说要去熬那个人设假装自己很自律 我是觉得大家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 你这不得好好的得劲点 有毅力能坚持想做的事 不是 我特别没有毅力我欲事情特别容易放弃 我跟你讲我从小琴棋书画跳舞 钢琴我什么都学过没有一个可以坚持下来的做博主做YouTube是我坚持的最久的一件事情了 其实你超级美和有自信但是有时候你也会自卑 就是自己学的东西没有最后用到我的工作上 就是没有自己特别专业性的一个东西 大学那个专业公共事业管理是被调剂过去的 没有马上调整状态 比如说想要学法律 因为我华正的嘛 如果想要学法律就是赶紧让自己转专业啊 或者说把二专读完啊 之类的 就是最后 没有一个自己特别专业性的东西可以运用到自己的职业上 很在乎别人的看法 嗯 就是在乎 但没有说很在乎 就是所有的评论好的不好的 我都会去看 都会去了解一下大家对我的评论或者说建议是什么样的 我就说的对的 我能改则改 而且永不再犯 但是一些没道理的 或者说就是别人很主观的一些异端 或者人家以己夺人 他觉得你是怎样怎样的 像这种我觉得就不用特别在意 我觉得明眼的人都能看出来 很多时候一个人说出什么样的话 也会代表他自己是怎么样格局的人嘛 对吧 这种就没有什么好气的 很认真负责靠谱的妹子 我觉得我算是吧 如果六点钟五点钟醒过来 我看到消息我就一定要回 回完我才能睡 不然我就睡不着了 如果交代我的事情 我做成或者不做成 我都会给你一个回复 我蛮难接受没有回复 就是这事就没消息这件事情 我对别人对自己都挺难接受的 人美心善 有品味 贤良舒德还实在 新时代女性代表这是真心话 认真脸 这是彩虹屁吧 谢谢你的啊 谢谢 干了 狼人杀很好那种吧 很会保护自己的那种 我不是很会那种掩盖自己那种情绪的人 比如说玩牌啊 什么 我拿到一个什么 我会 就那种 憋不住了 憋不住了那种 不行 是个很要强的人 嗯 要强 很要强 感觉阿菊亲情第一 比较恋家 嗯 是的 是的 因为我妈也很恋我 我爸也很恋我 他们会跟我说 什么时候回来呀 想你呀 什么的 我也很想回去 非常幸运的女生了 可以算人生赢家 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 但是现在看到你很幸福 让人羡慕 童年毫无阴影的人 真的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童年 就是被外公外婆 然后家里的长辈都是宠着 因为我妈是最小 我爸是最小 所以我从小就是家里最小的那一个 哎呀 真的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啊 作威作福 我的快乐的程度 是很多来自于童年 给我一个很好的 一个像卧土 至于长大了以后 很多东西可以比较正面的去消化 对 上海白富美 外加一点文青 no 绝对不是啊 哪里白了啊 也不富啊 普通人家 父母面前乖乖女 不是 不是 我觉得我和我爸妈是属于那种很平等 他们从小就是能跟我平等交流的那种 能很直面的跟我爸我妈说出我自己的想法 我不用说就完全听他们的 他们也没有这样 就是他们从小就给了我足够多 让我自己选择自己做决定的一个机会 感觉家里条件蛮不错的 爸妈都宠着 人生没什么大挫折 嗯 中肯的说目前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家在上海就真的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了 就是该有的都有 再多了 没有 比如说小的时候买波罗 我说买一个 我爸会直接给我买两个 然后初中的时候买牛仔裤 我两条都喜欢 我爸会给我都买了 就是在这方面我从小没有缺失 不会说很多想得到的没有得到 以至于我觉得我的人格各方面都挺完整的 挺健康的 但是就是那句话 该有的都有 再多了没有 学渣 就又有说是学霸的 又有说是学渣的 我两个都不是 我的学习从小到大只能说不差 然后不会给父母丢脸 不是一个做事情 学习会把自己弄到极致的人 学到差不多 我知道哎呀能行了 我就可以了 我就去玩吧 对 看电视啊 德语水平OK 嗯对 就是用OK来形容 不能更多了 学的时间不够久 然后本身做事情不够极致 然后学德语本身是个非常ganal的一个语言 嗯太不行了 什么阴性阳性中心 我现在都随便说的 全一个性 你女生朋友没有很多 因为大家都羡慕你 我是每个阶段都可以交到新的朋友 然后当中有一部分会持续下去 这个友谊保持到十年以上 但是羡慕我 嗯我觉得没有吧 羡慕我什么 没有什么好羡慕的 其实女性人员并不好 无意间伤到别人 留在身边的真朋友没几个 我在高中之前的时候是有一点这样子 现在大了以后觉得 嗯那段时间也的确不是特别的得体吧 自从毕业出了社会了以后 现在已经很少再发生以前的那样子的情况了 到了现在这个年纪 我觉得很多朋友很多年份的知道我是怎样的人 这样的是保持下来的是最好的 彼此都最舒服的 没有办法跟绿茶好好相处的人 有什么说什么不喜欢也装不出来 对没有办法 就是我看到那种很装的那种女孩子 我就那种 微笑 尴尬而不是礼貌的微笑 但没有办法去那种 啊假嗨 假不出来 假不出来啊 人心不古世道的缠缠一股清流 啥意思啊 啥意思啊 觉得你是心里很多小九九不好相处的那种 但又觉得你性格很好很矛盾 不是 其实我心里没有什么小九九 我觉得我大部分事情挺直肠子的 就是想什么 说什么 觉得你是那种借给朋友钱 反而自己先忘了借了钱这回事 哈哈哈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 也不能这么说不对 一般的人想问我借钱 不可能 我就是不太熟 或者我 不会借钱 金牛座 你想拿我的钱 没门 如果是我真正的朋友 我真的就是 我只要愿意把钱借给你 就说明你是我的真的朋友 我绝对不会再跟你计较了 就是 反正就是 不是朋友的时候 我心里的账挺清楚的 然后只要是朋友了 我这个就不跟你算账了 然后一旦不算账 我们就是 永远的朋友 Fiona的情史 非常非常丰富 没有啊 你想啊 我 大三之后 就是钢铁侠了 当中 连分手都没有分过 99%的时候 我谈恋爱的时候 是不会看别人的 我连聊天都不聊的 别人 来找我 就是 不想跟你聊天 你都知道我有男朋友了 你为什么要来找我聊天 所以我在人生最好的 这个20多岁的 这个黄金岁月里面 其实并没有怎么去 精挑细圈 好好的去谈恋爱 满一根精的 是属于那种 一个狗熊掰了一个玉米 我就认真把这个玉米啃完的那种人 偶尔会想象自己嫁给了一个高富帅 当然了 绝对吧 每个人都想吧 高富帅 怎么不想呀 想 和钢铁侠认识超过十年 十年了 快了 和钢铁侠是一对可甜可护怼的老夫老妻 对对对 我们大概甜的时候占30%吧 70%的时候都在互相怼 互相嘲笑 喜欢小孩子应该会在两年内考虑生孩子 然后上面就有个近期没有生宝宝的计划 不是有有有我很喜欢小孩 这个人做事情喜欢都做完了 再来跟你讲 比如说我考驾照 就是我考完了考出来了 我再回来汇报 所以说我应该就是生完了 就是会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有一天你们突然就看到 这里是我的八个小孩 持家有道 我觉得挺有道的 我们家的钱大部分是我管的 钢铁侠是那种百家子 他是那种留不住钱的人 你给他多少钱 他明天都给你花完的那种 所以真的不行 他消费率比我强多了 我跟你们说 所以我们家就是一定要把钱管住了 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很开心 哎呀老婆我们有这么多钱了 对都是我管的啊 我都给你控制住了啊 放心吧 有我在 贵妇感觉好像很高级的样子 什么贵妇 没有 连个爱马仕都没有 好意思说自己是贵妇吗 怎么可能 很会撒娇 这么说吧 大多数人肯定会觉得 我其实是个挺育夫有道 然后会很会撒娇 然后通过撒娇达到自己目的的一个人 我心情好的时候 我跟你交我 我狂撒 我撒得我酥死你 但是比如说我心情不好 或者说这个事情就是刚到我了 我不是那种会通过撒娇达到自己目的的人 钢铁侠发脾气时会忍耐或好言相权而不会对冲 不是 我是那种会对冲的那种人 我觉得大家对我情商的估计比我实际要高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以柔克刚 但事实上我不是 就是理性和主观上我没有完全办法达到我自己的一个希望值 老公很宠你 好像大家好多都是这么觉得的 但我觉得不是 只不过是性格脾气特别的相像 然后很多做的决定就是正巧一样 所以不存在说是我特别顺着他还他特别顺着我 我们俩正好是一样 我跟你们说一个事情 就是我之前做饭做双皮奶 那个时候跟他谈恋爱还没有很久呢 那个玻璃就炸了 然后他直接看到就把门一关 说你弄干净了我再来 就是他没有帮我 但这是很多年以前 现在他有越来越好照顾我 但他其实不是那种会很宠的人 比起那种疯狂追求我 什么都宠着我顺着我的 我还是更喜欢我老公这样的 就是正好恰巧我们俩的爱好喜好选择都一样 然后可以就是过下去 别人宠我或者说迁就我不长久 我觉得心态特别好 贤惠 怎么样算贤惠吧 我就跟你说吧 我大概一天我真实的routine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早上起来了之后 如果他去上班了 然后我就会把家里收拾一下吃早饭 然后开始回各种PI的邮件 然后去沟通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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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运营上面的事情 然后比如说我要拍视频 然后12点开始比如说拍视频 拍到下午2点3点 我会把所有摊出来的衣服再咕噜咕噜收回去 然后收到5点全部都收完 把家里不能有一种很乱的那种 你知道拍完一个穿搭 他整个家里的乱成什么样子嘛 然后全部会在他回来之前给收完 然后5点做饭 然后6点多 他7点到家 我会让他吃上饭 我有的时候就跟刚姐家说 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我当年老婆 我已经尽了90%的努力了 我真的不能更好了 兼顾感情和工作的人 嗯 是 我没有办法 就是完全投入在爱情里面 然后只有爱情 只有家庭 也没有办法是 我只有工作 男人不重要 我觉得不是 我是从大概大学开始 就很希望我将来两者东西可以平衡 如果平衡的话 我觉得是我的福气 在就是你尽量把它去搞平衡了 你再在某一边 然后有可能天不随人愿的时候 你才不会崩溃 就是我这边没有了 那我这里至少还有 对 嗯 我是这样子的 心态超好的穿搭博主 会不会有压力 有 有 有 就觉得 嗯 自己不是很时髦的一个人 想要找准一个自己的定位吧 我不想去刻意赶那个时髦 或者所谓的让自己变得更加时髦怎么样 我就走实用路线好了 如果我的一些穿搭或者 比如说我自己对料子啊 然后对质量啊 一些建议的地方 能给到大家一些足够的参考 我觉得也还算挺好的 对 拍视频 联名等赚了很多很多很多钱 挺多的 啊 这么说吧 我拍视频头一年 我可以说我一分钱都不赚 因为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拍视频 原来可以赚钱呢 连YouTube的广告费我都不拿的 我想哎呀 这能有多少钱呢 联盟啊 一些东西来找你啊 后半年我都没有回 因为我觉得 骗人的 骗钱的 然后后来真的开始 哇哦 原来可以真的赚挺多钱的 而且现在真的是一个自媒体紧碰的一个时代 然后很多 就是大家的一个平均线 那个钱就已经到那个位子了 然后对我而言 我觉得 嗯 你真的赚过钱了 你靠这个你赚到钱了 然后你知道这个东西 其实你真的要赚的话 它可以前来的非常非常快 但是也有可能 因为你自己的本身的位子不到哪里 你自己的水平不到哪里 也有可能就是 这个东西来的快去的快 就是在和Petty Studio做联名的时候 很多人就面对面见到我了 然后包括最近的一次 BaraBara联名的时候 很多人真的就是会 at你说买包了 就是你才知道 哇塞 原来我真的是有影响力的 很多人真的是因为我的一句话 他会就去买的 然后这件事情 就是反而会给到我更多的压力 我要给大家更加有用 更加有效的信息 如果联名产品销量没有预期 高 心情会很不好 嗯 不会 从我的工作比和我实际的最后收入来讲 其实本来就不是一个划算的买卖 但是我觉得做联名 可以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让我知道 嗯 衣服怎么做啊 包括包啊 它的构造啊 原来有这么多东西 需要去选择 所以说 我自己个人 如果销量不好 我心情不会说很不好 我会反而觉得 好像对品牌有的时候 挺难 就是觉得 嗯 会辜负到别人吧 但是目前 我两个联名销量都 我们那个衣服当时第一批 就全部都买完 然后直接做了第二批 然后包的话 现在第一批也很好 让大家都说 想要出一个更小的size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 等我 you know 嗯 觉得你并不怎么会迷茫 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 一定会想要实现 不是啊 很多时候我挺迷茫的 就是 到底以后是 在德国 或者在德国 到底再待几年 还是回国 包括爸妈都在国内 他们70岁了 或者将来 身体不好了 我得陪着呀 对呀 我什么才能做得 更好 或者实现我自己的价值 很迷茫啊 知性优雅 大方得体 气质十足 秀外慧重 你确定吗 客气了 干 哎呦没了 好 说完了 没了 你们看到爽吗 我觉得大部分看我久的人 我觉得其实挺知道 我是怎么样一个人的 特别谢谢你们 对对对 还有一个 就是YouTube 这个礼拜已经过20万了 然后B站也正好过了30万 我觉得还算是挺里程碑的 当初拍第一个视频的时候 翻起苹果iPad前置摄像头 拍第一个视频的时候 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给我带来那么大的成就感 然后你们的每一条评论弹幕会给我带来那么大的一个满足感 就是然后你们有的时候说哎我买了这个这个然后你推荐的我也很喜欢什么 哦那个感觉真的是好飞了爽爆了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如果你这条视频下面评论的话我也很希望你们可以评论告诉我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主题或者你们最喜欢看我什么样子的类型和主题 anyway谢谢你们每一个关注我的人看我视频的人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主题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Fiona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我说你觉得我是个好太太吗 我觉得你是个好太太 但是你今天一下我没有来抱过我 我让我抱过你来抱我一下 嗯好吧 1 2 3 4 我主要是了 5 你看 今天很乖 你看 你看 1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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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 5 6